下次一定是吧可以 这个第八章分歧 那么礼物了暂时没人来得及感谢 我们都直播的就 很高强度啊 一直在直播 要不还是感谢一下礼物 哎呀不对 按了任意线来不及 好这里有个飞艇飞过来 有钱人做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逝者 感觉不像一个牧师 以前是一个男不过来的 哎这个字幕出问题了 这样的皮肤 这个卢克队长 还是很赞同阿尔莎斯的 因为他是 就这里有两个派系 这里有两个派系 这里国王的命令 这里上司他爹的命令 没办法不听 他不是在他们的帮忙 好 好 我的天 你父亲 有我们的团队 在乘方的乘客 有我们的乘客 在乘客的乘客 乘客 有我们的乘客 乘客 有我们的乘客 打到烧船了破釜沉舟15分钟之内我好赶时间 我记得以前没那么短的 这里可以复活英雄有毛时间复活 我们对于直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虑 小炮组的慢线往前走 哇15分钟吗 我们要是直播没过很没面子了 小炮猜猪我们先走赶时间生死时速好吧 我们先去轻快 有工兵 突然感觉很有底气 这里还是有工兵的 这里好像可以走过去 这里有一条路 好像有什么东西拿的样子 这是那个门每个封门都能够攻击 建筑的地方 還是我們正面通過 左上角那個小怪不打 還有13分鐘 火力全開 如果有個回合指環 這裡人口不用打了 這裡留給小炮打 我們剩3級地板 然後MK先前去 前面不太怪 這裡為了更快的過去 就讓那個 大沙斯帶兵 被地板 然後引到了直接打 把怪拉在一起 先把這7級地幹掉 把這個路障給處理掉 沒有裝備 哇 攻擊力加12 這些蜘蛛還不是 放下來吃 吃的魔更多 還有12分鐘 補一波供用兵 打這些野怪會有錢 好多魚人 贏在一起 趕時間趕時間 我魔法石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把這水瓶吃了 這兩個小炮 這兩個小炮是唯一不能死的 死了這兩個小炮就不用打了 好 當然的英雄也沒關係 好 前鋒部隊先走 小炮在後面 這裡讓開一下 會卡出位置 然後這裡看起來值得一打 試一下 沒事 要再 點掉 有十二魔 這更強的十二魔 不用擔心 我英雄可以對抗 這裡還有藍龍 以前不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 後來懂 就是對魔獸 魔獸爭霸的技術 剛剛瞭解得懂 是聊藥水不消 不過既然 都送到嘴邊了 可以 快 搞快點 還有九分鐘 誒 怎麼回事 哦 這裡 給你先預告一下 看看 將目標十二個單位 傳送到 就傳送 啊 行 那我們大魔直接死了 那就是MK升旗走就行了 小意思小意思 一點都不通 我的MK的升旗 養成的 這裝備很好 繼續小炮開工 看一下 這裡他們採墓 哦唷 MK先走 MK先走 讓開 讓開 防止有無敵的 有上蹲速 先把把書給做掉 不要打這些劍術 把兵清完就行 趕時間 趕時間 哇 哦 原意是個裝備 還有七分鐘 來個子 這裡應該是最後一波 有下巡視 下巡視 歸 下巡視 好 疊 来嘞 搞定 还有6分钟 通关 那么这里呢 主播就不能搞快点了 要跟你们说一下 这一张的剧情呢 是描写阿尔萨斯这个人物 他的一个内心变化 这里把船烧了 他说这是这些工兵 烧了他们的路 不是说我不要你回去 好 开始就把工兵给刷掉了 这些工兵也 刚才好歹出生路死过10分钟对不对 或者说是更久 然后其实 这里阿尔萨斯他已经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开始不择手段 并且就是 你也可以说这些工兵跟落单轮的 他的那些 就是在城市里面的人对他来讲不一样 但是他的内心已经是出现了一种扭曲 就达到目的要不择手段 对 就是我一定要出狂战 没办法 那我们这个第八章分歧就 那个 这一期 这一章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章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